近日,大马旅游促进局总监马诺哈兰表示,目前每周从中国飞抵吉隆坡的航班数量已达438趟,预计今年还将继续增加,这一数字远高于疫情前每周约370趟的航班。 马诺哈兰近日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出席青岛航空大马首航仪式后表示,截止7月份,每周有438趟中国航班飞抵大马,作为容量接近10万个。 在今年前4个月,大马已经接待了95万9千人次的中国游客,使大马成为了中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尤其是从去年12月起开放的免签政策,更是吸引大批游客将大马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因素。 每当在中国的长假期间,中国游客都将大马视为一个交通便利的旅游目的地,每周都有许多航班从中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和其他地区出发。 此外,大马的榴莲剂也是吸引众多游客的因素之一。 马来西亚是一个亲善国家,中马两国十分友好,到处都有华人,在安全方面非常自信,同时也在不断加大中马之间的合作。 马来西亚在政府层面也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趁着大马榴莲剂,马来西亚欢迎你。